超狂賣的好斯多烤機 除了商品齊全 而且便宜又大碗 加上不需要任何理由 你就可以無條件的退款機制 讓台灣人幾乎每一個家庭 都有一張好斯多卡 此外 好斯多每個月都會安排特價商品 所以假日通常擠得水泄不通 連結帳都要排個30分鐘以上 大家都知道美式賣場Costco好斯多裡面 每一年熱賣第一名的產品是什麼嗎 答案是美式烤雞 這是很多人在聚餐的時候 幾乎都會來搶購的 剛剛烤好熱騰騰的些嫩多汁的雞肉 因為極超親切的一種價格 好斯多的烤雞被網友分為CP值最高的烤雞 不過你知道嗎 好斯多的財務長Richard Garanti他透露 其實因為這個烤雞太過熱賣 反而讓他們虧損了至少80億 可是他保證絕對不會停止販售 虧錢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烤雞雖然大量炒購 已經壓低了價格 不過銷售的價格卻比生雞肉價格還便宜 這個讓很多消費者都懷疑 是不是烤的雞肉本身有問題 不過好斯多的花樣人表示 這些都是貨增價值的好雞肉 只是因為特意壓低價格的設定 讓賣一隻虧一隻 Garanti表示 其實光賣烤雞 好斯多每年都會賣到 3000萬到4000萬美元之間 等於一年就有10億台幣左右的錢 付諸流水 不過為什麼虧成這樣子 還是要不計成本的銷售 而且一直堅持不漲價呢 實際上這一切都是一個商業策略的考量 實際上有在逛好斯多的民眾都知道 這類的烤雞食物都放在好斯多最最裡面的一個地方 因為第一年的價格會吸引很多人來買 但是來到這美味的烤雞肉之前 你需要逛過好斯多整個店面中所有其他精美的產品 經過那些誘惑 你現在是否注意到 他們是有策略性的 把烤雞肉放在商店裡面 最後面的地方嗎 當你來到烤雞肉的地方的時候 你的購物車通常已經裝滿了一半 然後當你U-turn回來轉向要去收銀台的時候 你的購物車已經裝滿了 從企業家的角度來看 這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策略 另外你是否注意到 你在任何地方通常就不會看到好斯多的廣告嗎 這是因為他們有這個 這足以吸引你到他們的商店 所以想想看你可以怎麼樣利用這個好斯多烤雞的策略 也應用在你自己的生意上面 走 肚子餓有點餓了 贏了 我們去買烤雞 真的有點肚子餓了 我們去買烤雞肉 你看你 我們去買我們